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把黑暗当抹脸 管它苦海无边 如果生命起点 是一条封颜展现 心有蔚蓝的天 工具就不会沉淀 让奇迹慢慢出现在明天 人生 谁不是好少年 谁会没有渴望 要把愿望实现 可是 人世间每一个春天 总是要经过冬天的考验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冬阳 路总有路障 只有心灵上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光芒 理想不用辉煌 坚持不懈再漂亮 既爱再多 依然走过都只安阳 在黑暗里照月光 不期待不绝望 不放弃就会等到奇迹崩溃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冬阳 路总有路障 只要心灵上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亮光 不离开 不离开 兰姨 你回来了 对了 凤萍 你有没有见过逸祥啊 逸祥不是好些日子 没有回来了吗 你找他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儿 喂 唐岚 洪口那边又查了一些消息 陈祥的老婆跟孩子 跟她一起来的租借 现在就住在李璐宾馆 好 我知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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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铁大虎 谢谢 铁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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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放下 你冷静一点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但是你已经开了几枪了 这里很危险 离开这儿吧 散开 铁大虎 我知道 我知道是陈祥打的你 你想报仇 可是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 走 你跟我走吧 快 现在这里很危险 走啊 散开 铁大虎 我不管你跟陈祥 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你不能杀人 你一旦杀了人 这辈子就毁了 我要是不打死他 他将是你的活根 你知道吗 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吗 那好 那你把枪放下 让开 住手 他 如果你今天要杀他 就先杀了我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要是把他留着 他会害死你的 你会后悔的 如果我今天不拦着你 我才会后悔的 你会好就真是кого 你不拦着他 他优势 你会有目标 你还不靠我 我就会把枪放下 我暴力了 你还地骂我 你把枪放下 我把枪放下 天大虎 大虎 天大虎 天大虎 大虎 陈老太太 今天呢 是我儿子传医的忌日 一会儿啊 我们要到他坟上去看一看 所以啊 要早点走 好 唐岚昨天已经跟我说过了 一会儿他过来接你们 陈老太太 您相信算命吗 命 我没怎么算过 不过我呢 经常到菩萨庙去 拜拜神 求个心安罢了 依我说呀 千万不要相信算命的 当年呢 在荆州街啊 有一个算命先生 人称金半仙 他说我们传医啊 跟阿兰是蝴蝶命 他说像这种命的夫妻啊 只要一个走了 另一个马上就跟着走 永远在一起 我跟你们说啊 算命什么的 我是不相信的 我们俩也去算过 结果他看了我们的八字以后 说什么 我们的八字不合啊 好不长的 结果呢 我们结婚四十多年了 一天都没离开过 不灵啊 不看你们 干脆拆了他那什么 金半仙的招牌吧 当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 可怕这时候已经过世了 不大可能 半年前啊 我在荆州街看到他 不过他已经是 痴痴呆呆的了 谁都不认识 好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你们还有事呢 咱们进屋去 喝喝粥 聊聊天 一会儿唐蓝来接你们 好好好 他应该 应该活着吧 半年前我在荆州街 看着他 阿清 这句话你说话 你怎么又说一遍呢 你怎么 别别别 阿清 刘太太 阿清 怎么了 阿清啊 你千万不要吓我呀 怎么会 阿清 你这样了 你去说话呀 你说行不行 我就想看看那是不是刘传一 他不会连他妈妈都不在乎了吧 程大哥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还不是怪你那个亲弟弟嘛 你说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混蛋啊 人人得耳朱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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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都告诉我了 好 这两天好点了吧 腰没那么疼了吧 托你的红服啊 这几天没发作 眼睛怎么那么红了 吵架了 你是不是惹到月亮少爷生气了 不是 是传一他妈中风了 住院了就住在我们楼下 他跟那个二老呢感情很好 所以有点难过 那什么 传一他妈妈多大岁数了 看我干什么的 问你话呢 那个传一他妈多大岁数了 六十七岁 六十七了 岁数也不小了 没什么事 你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的 中个风把能治好 可是医生说病得挺严重的 过不了几天就会走了 好 我们要下去看看 你没事就先走吧 正好我也没什么事 跟你一起去吧 我认识一下 我看他儿子 你怎么身体 你什么都别的 什么都别的 我然后再想 我帅人再帅个伤叶 你把这事存在 你帅人家在帅态 我叫你帅人家 你帅人家 还带了两个大夫过来 他们说 我婆婆已经时日不多了 刘太太 你放心 唐南会照顾刘老板的 我们一家人啊 也会把刘老板当亲人看待的 你放心 好吗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 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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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儿子吗 川一 川一 你回来了 川一 川一 alar 成 川一 我是传业 我回来了 再也不走了 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妈 承议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长蓝 与妃 怎么了 给我来一下 走 怎么了 刚才来看过他们 他们两个 已经走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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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一起亲你 走完人生最后一尘路 是福气 最大的福气 是啊 是福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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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Zither Harp 好了 别难过了 后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走吧 谢谢 谢谢 别喝了 你看见没有 一翔 程老板 这么巧啊 一翔 我们约了集长征味 不如大家一起喝几杯吧 喝几杯吧 程一翔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新名片 送你了 走走走走走 他没事吧 神经病 曲姐 大虎哥 程一飞刚才给家里打电话了 他说有事要找你谈 让你现在去医院 又是一个神经病 今天倒没事 实在是太多了 来 走 这怎么办 这孩子 走 走 走 程大哥 程太太 这么急着让我过来 什么事啊 来来 你先坐 一个月没见到你了 怎么 故意闭着我吗 我说程大哥 你真爱开玩笑 我又不欠你的钱 我干嘛避着你啊 你避开我们 那是因为你妈妈刚死 你怕我们看出来 你伤心的样子 我告诉你程月亮 你别让我妈死啊 我妈在哄口 被二虎照顾得好好的 我死了她都死不了 行了 你别再撒谎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铁档 你就是刘川医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啊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是不是因为那天 就是那天我帮你们的忙 演戏刘川医 那个刘川医他妈死那天 怎么样 我演刘川医演得像吧 演得不错吧 程老板 我可是替你们做事 帮了你们的忙啊 完成了老太太遗愿 老太太最后可是笑着走的 怎么样 你们还得给我点钱吧 我跟你说 我这玩意演起来 她的走心 这眼泪滑滑的 当时我的眼泪 你现在别说那么多 现在除了梁管家和她侄子 见过刘川医的尸体之外 其他就没见过 前几天我们去找梁管家和她侄子 他们突然失踪了 这怎么回事 梁管家失踪关我个屁事啊 梁管家是谁啊 那我问你 为什么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在我面前 比如说 那次我去大世界谈生意 中途遇到你 你说车坏了拖延时间 可后来大世界真的爆炸了 对对对 是有这事 这纯属巧合 车真坏了 刘太太重病住院期间 三天之内你来看过我四次 这表面上说啊 你是惦记着我 是啊 我真的值得你那么关心吗 那是啊 不是吧 其实你想看 你主要想跟着我去看刘太太 你是想见你妈最后一面 我说成大哥了 我跟刘川一他妈就不认识 你是我大哥呀 我这两天正好不是没事吗 我想你了就过来看看你嘛 虽然你表面若无其事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你内心在流血流泪 有吗 我告诉你 我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已经很久了 你当时一直在皱眉毛 而且不止一次是四次 第一次的时候 是你听到你妈妈中风了救不活了 第二次的时候 是你看到你母亲躺在病床上 第三次的时候 是你走过去握住她的手的时候 第四次 行了 成为了 你放屁 我皱眉毛这是我的习惯动作 真是神经病 你 你 你 爸 他狡辩 还有那次 在集中营的时候 那帮日本鬼子是冲着我来的 可是你为了维护我 差点被鬼子打死 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 就是我的丈夫刘川一 你 程太太 程太哥 行行行行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告辞 等会儿 你站住 还有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你在面馆 装神弄鬼吓唬程艺翔 我和依妃在外面全都听见了 是啊 怎么了 程太太 你不要以为这事是为了你 程艺翔这王八蛋 这么无耻之徒 人人得二诛之 别让我再见到他 下回呢我跟你说我还得弄他 可你怎么知道 程艺翔在洪口有个老婆 还有个十八岁的儿子呢 我家住在洪口啊 程艺翔是什么人 是程艺菲的亲弟弟 那在我们洪口那是大名鼎颖啊 那你又怎么知道 他的岳母和姑姑 已经死了十四年了 你出去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我们洪口的所有老百姓 可都知道他里的破事 你别再演戏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铁大虎 因为铁大虎的眼里只有钱 他根本不可能这么做 只有船一会这么做 因为他要帮他老婆 找出死对头的底细 你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你 你再装 什么 再装 这里只有我们四个人 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你知不知道唐岚 为这个事情吃了多少苦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你不敢说 不是 那 船一 我就是要快死的人啊 我希望在我死之前 完成这个心愿 看到唐岚跟她丈夫 刘船一重逢 你就不要再骗了好不好 程大哥 正因为你这个情况 我才不想骗你 我是铁大虎 我不是刘船一啊 我如果是刘船一 我干吗不跟你们相认呢 你再骗 我知道 你不告诉我们 是因为你身上有特殊任务 就像黑布先生一样 你不能把你的身份 告诉别人 我啊 我他娘有什么特殊任务啊 不是 我说月亮 你脑子真是坏 你就那么敢肯定 我就是刘船一 是 我确定 我肯定 你 你们真是莫名其妙啊你们 谁啊 我是王医生啊 能进来吗 王医生 你待会儿再来 我现在有事 来 等会儿 王医生 等会儿 王医生 来来来 帮我个忙 帮我个忙 王医生 你得帮我个忙啊 你可是医生啊 不能撒谎啊 帮我个忙 你看 这刀疤 什么时候的疤 这个是新伤不超过三个月 新伤 来 看这刀吧 什么时候的 这刀伤啊 这是旧伤 恐怕得十几年了吧 你肯定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以我在医学界的名誉 确定 这刀伤 二十年 听到了没有 二十年 医生 没事 没事 不麻烦你了 你忙 你忙 谢谢王医生 谢谢了 不打扰了 你忙 你忙 听到了没有 二十年 冲大展 你跟你丈夫刘传一 结婚已经不下十几年了吧 那我问你 你丈夫刘传一身上 有没有这刀疤 哪儿 神经病 还有 乔月亮 你说的那什么什么特殊任务 你脑子真是坏 大哥 改天步的来看见 你别看见 爸啊 兰姐 我看别想了 他跟黑部先生一样 永远都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黑部先生到底是谁呀 怎么会这样 爸 义祥来看您了 这个就是你父亲的坟 本来风水大师 找了另外一块风水宝地 可是后来还是觉得 这里比较好 少尉你看 这周围的树木杖这么茂盛 像是土里有水银的样子 来 您再看 我爸的骨头都变黑了 这代表什么 这肯定是被人用皮肉堵死 而凶手就是程亦菲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为我父亲主持公道 您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都做着同样的一个梦 每天晚上我都梦见我的父亲 在我面前痛哭 说他死不明 天 这件事情 真的是惨绝原谎 天理不弱 陈亦菲 现在是租金的大银行家 这件事情 我要深重考 不能鲁蚪行事 少尉 你要是肯帮我这个忙 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你的太太不是一直说 我想在你退伍之后 一块儿做个生意吗 你两个儿子 不是也想去法国留学吗 这些都需要钱 等你拿到 永业银行的三成股份 你想做什么都 你敢调查我 打听 纯粹就只是打听 少尉 等我拿到永业银行之后 我会尽快把你的三成股份 变成现金 到时候您儿子 在哪里面书 我就把钱送到那里 那些钱 完全不用经过您的手 您也完全不用被调查 算计 少尉 我成一翔做的每件事情 走的每一步 都是经过深思守秘 绝对不会 云梦行事的 少尉 这可是一箭三雕的大事 第一可以告诉全族界 甚至全世界 皇军是多么地尊重法律 大银行家又怎么样 一样上法庭 一样接受公平的审判 第二可以替天行道 第三我可以拿回永业银行 而您也可以 好了 我说过 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 说点别的话题 这个女人很漂亮 谢谢 是 是挺好看的 为什么租界喝花酒的地方 没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有有有 肯定有 我再帮你找找啊 我再帮你 少尉 我听说现在大多数 已经辞职的法官 都已经被皇军 请回来继续工作了 那 你怎么总是这么啰嗦 没完没了 是 是 是 做大事 本来就应该从长即矣 是 是 是 的是 是 您我再说 蜜国工账 太小了 了 您的 再等我 我信心 是 您的 是队里 你这么还好吗 其实好几次 我都想回去看你们 但是怕桂花香不高兴 所以就没去 灵灵 要不你快回来吧 我们都很想念你 那件事情蓝妈妈和桂花香 都没有再说了 桂花香呢 你们不是形影不离的吗 她身体不好 先回家去了 月亮 我们之间虽然发生过 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把你当做 我最好的朋友 你和桂花香之间 灵灵 谢谢你 谢我什么 昨天我去找爸爸 我跟他说 我还想跟你再做朋友 他说我是傻子 他说 你不会再跟我做朋友了 再也不会了 但是我没想到 你还一直把我当成好朋友 是啊 我们是好朋友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算了 没事了 我先走了 灵灵 至于 сем 你要常回来看看 好 小陈啊 最近已经离职的同事的 档案名单在哪里啊 名单 在那边第六个抽屉 要我帮您拿过来吗 不用不用 青云里望停录三十二能 少尉 怎么又是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 那件事情 我要从长计议吗 我今天来呢 就不是为那件事情 我最主要呢 是要 这 这 这 谢谢少尉 少尉今天不用你们陪 出去出去出去 出去出去 你干什么 少尉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说全租界找不到一个 你看得上眼的女人 但是 我帮你物色来了 你怎么带我来这种破地方 少尉 你别着急 你喜欢的美女就在里面 来 来 真的有美女 真的真的真的 有许 来 来来来 少尉 来 来 谁啊 谁啊 你 你 没错 是我喜欢的美女 你别过来 我是村上少尉 你知道反抗的路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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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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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你快过来 你帮我操摆 在刀 走 走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回事啊 救命啊 好像有人在喊救命啊 救命啊 你谁啊 怎么没见过你啊 你们在喊救命呢 你们在喊救命呢 你们想死是不是啊 你们是 你们是黄军少尉 听到没有 赶快走 不走啊 你们全部抓卸民队去 走走走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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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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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求求你 你放我出去啊 你 我求求你啊 你放我出去啊 我求求你 过来 达师喽 你救命啊 你竟敢抓上我的脸 你 救命啊 不要给我 那两球是你的名字 坠落人间的一个天使 你的心穿扑的烟衣 什么是积极 为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年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了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你爱不上海 你让我真切的感激 对你爹 你有点缺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